美国东部时间周二晚上9点左右 纽约市警方经过校方许可 来到哥文比亚大学开始驱散亲巴勒斯坦抗议人群 纽约市长称超过300人被捕 警方逮捕了占领校园移动学术大楼内的抗议者 并拆除了占据校园近两周的营地 警方发言人表示 三小时内校园内的抗议者就被清除 占领大楼的抗议者将面临三级入室盗窃 刑事恶作剧和非法闯入的指控 其他参与营地抗议的人 将面临非法闯入和扰乱公共秩序的指控 5月1日白天 大学校园上空的航拍显示 此前抗议者曾露营了数天的地点已被清理干净 昔日喧嚣的抗议场地空无一人 在各大校方的要求下 警方会继续在校园内维持秩序 直至5月17日大学毕业典礼结束